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阿根廷球王美斯访港做号召的美国美籍联球队 国际迈阿密对香港队的有赛 最终全场观众只可以与美斯一齐观赛 令到很多以高价买票入场的观众高呼受骗 瞬间成为国际新闻 不要认为这是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 事实上这件事的来龙去墨处理方式 完完全全是反映了新香港的问题所在 虽然我们现在内部分工一些比较即时的评论 会有其他同事负责 但这宗新闻其实是非常结构性的 我们可以如何由现象看本质去理解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很多朋友尝试去斟着今次签的合约里面的字眼是怎么写 固然法律是很重要的 但这类的友谊赛基本上就是纯商业的行为 而纯商业的行为规范 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有法律条文或者合约可以去框框条条制约的 为什么不是单纯合约可以规范的行为呢? 因为正如做开生意的朋友都知道 任何合约都会有免责条款 即所谓的escape clauses 有经验的组织者一定知道如何可以保护自己签了约 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会被控告 签了约好像承诺了一些东西 但其实依然维持所有弹性戴上头盔 这些本身就是商业合同常见的现象 就算今次的合约写到明美斯必需要下场多少分钟都好 就算有 现在据称是未必有 但就算这样写完都没有实质意思 因为没有任何合约是可以强迫受伤的球员下场 这样是违反人道的 所以任何合约就算捨得明哪个人会下场 都会有一个免责条款除非他受伤 但至于受伤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当然里面就有很大的灰色地带了 怎才叫做伤呢? 谁去研判呢? 有没有覆核的机制呢? 一个踢了二十多年最高水平职业联赛的球员 如果你说他有伤 基本上全身任何地方都可以说是伤患 如果他要证明自己这一场不适合踢 对医一定有一万个方式可以配合 除非主办方坚持是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专业医生去做检查 去核实有关的球员是真伤还是诈伤 例如说如果条款写得明 美斯如果要证明他受伤的话 一定要劳总某医生签名作证才证明他是真伤 如果有这样的条款在合约中 世间上有什么人会愿意签约呢? 所以这类合约背后的精神 其实说到尾都是要大家识做 大家给面 不要有权用尽 双方都是文明世界 都是讲道理的斯文人 大家都是求财求开心一团和气 这样就算真的有球员 大牌的球员 球王级的球星 因为真正的伤不可以上阵 到时主办方或者访问的球队 一定都会识做作其他补偿 因为类似的案件都不断会出现 其实所有的处理方式都有规范 美斯因伤无上阵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毕竟每一个球员都会缺席无数比赛 包括一些他们重视的比赛和不重视的比赛 但是依附尋常的确实是有不少的 这次事件 根据港方负责人透露 美斯是主动向队医表示 他是不能作赛 而之后 当香港政府 知道了之后 曾经建议 注意是所谓建议 各一系列的补偿方案 但是全部都被美斯拒绝 这些补偿方案包括了 你是不是可以和球迷说几句话呢 是不是可以代表球队去领长呢 是不是大合照可以被香港的理事长 一起打卡呢 诸如此类 但是全部都是被拒绝 慢慢 越看越多了 原来 新香港政府本来还是想邀请美斯去参观维多利亚港游船河 接着就说好香港故事 又是被拒绝 原来曾经是想他参观 启德体育城 即又是做生招牌 无限抽水 接着又是被拒绝 搞到美斯本来的行程 就算不牵涉到上不上场 这件事 都是没有任何官方的活动 换句话说 美斯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正常一个球星参与国际赛 无论下不下场都好 要一团和气大家开心的潜规则这个规范 明显是非常之不给面 那究竟是美斯不懂跑江湖 很不通气 不懂人情世故 又很明显不是 美斯一直都是谦谦君子 人缘是很好 而且很少狂傲的姿态被人拍到出来 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香港的 譬如说不少球迷都会记得 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是处于最当打阶段的他 随同阿根廷国家队访问香港 和香港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当时是纪念香港的足总100周年 当时香港足总的名字 还是香港足球总会 不是中国香港足球总会 只不过是十年前 当时也是阿根廷队对香港队 没有人说没有中国在前面 就不准出赛 无论如何 当时美斯在下半场后被入踢 踢足30分钟 还入了两球球 而入球后 他面对一位冲入球场的球迷 居然还亲事亲不帮他在衣服上签名 非常友善 如果这样也说不会做的话 可能就没有一个球王更加会做 在2014年他也有自己低调地去游览香港 同时也没有任何报道 当时香港政府要提供他这个 那样 好像带货那样 你去那里 你去那里 不断打卡 没有这样的事 究竟十年之间 是美斯的态度变了 变了 还是香港的地方 徹底改变成为了新香港 在今次美斯随队的行程 其实他也会有不同的表示 例如说 在萨尔亚多 这个无不商业价值的国家 他是踢足半场 在日本 他还会亲自近距离 和粉丝球迷见面 那其实你说 他是一个不懂得做的人 又怎么说得通呢 所以去到最后 很明显 今次他是特別针对新香港 当局对他的安排 无论是政府也好 主办商也好 他明显是有很多事情 认为违反了 参加这一类 国际友谊赛的潜规则 才会令到他作出 这么明显的姿态 显示个人的不满 那究竟这一队 玻璃香港是为了什么呢 国际迈阿密 这个碧咸 做班主的 美职联球队 来到香港 这个目的很明显 就是赚钱 而这一站的票价 甚至是比日本最高的票价更贵 固然是可以有不少钱落袋 但是究竟怎么分 外间就不知道了 但是其实 今次国际迈阿密的全球行程 并不是每一站的目的100% 都是为了赚钱的 很多时候 我们还可以见到 有其他目的 同时间可以出现 譬如说去到沙特阿拉伯 本来就是要制造美斯 和施朗拿道 两位球王 重逢的话题 不过 不幸 施朗拿道 也是刚刚受了伤 但他们两个人 确实在沙特阿拉伯 是重逢了的 而这个行程 亦都是尋找潜在的金主 或者开拓中东市场 是很有投资价值 至于这队球队 去到日本和日本的联赛冠军 神户胜利船进行有赛 亦都很有历史的渊源 因为对方是有曾经短暂加盟的 美斯队友前巴塞罗拿的球星 恩尼斯达 拍串回巢演出 而撒尔亚多 这个第一站的行程 虽然国家队实力不高 国内消费能力又低 但是撒尔亚多是中美洲 都位于美国买亚物附近 可以算是这支球队的 所谓CSR 即社会企业责任的campaign之一 而且巨报还在讨历 在当地搞足球学校 至于整个行程尾站的阿根廷 自然就是等美斯去医感还乡 所以在刚才的上述地方 如果美斯就算真是因伤不下场 各地一定都有 跟这支球队关系非常密切的有力人士 进行滑船 确保美斯会会做有所补偿 而美斯本身也是一个超级富豪 这些潜规则 绝对是不需要任何人提他 自己都要会做的 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合约 只可能是出在新香港身上 在其他各站 国际迈阿密去踢友谊赛 就是足球友谊赛 体育、赚钱、港元 但是来到新香港就不同了 大概这班新香港的政府官员 被国际社会冷落得太久了 很久都没有被人注视过 太久都没有存在感 很需要一套呼气 于是难得有球王美斯来到香港 虽然这支不是阿根廷国家队 亦都是次级联赛的球队 摆得明快来赚钱 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 香港的官媒一早就已经是大肆抽水了 例如某个局长说明是要希望美斯去宣传香港 换句话说 就是要别人说好香港故事 但是别人有什么责任去说好这个新香港故事呢? 一个球星不通然新闻都不看的吗? 何况他出手原来非常低 就是原来是给100万就要别人去做代言人 又要去打卡 去游船河 去看得体育成 如果是有这样的价钱做到这些东西 那个就不是球王了 这个这样的价码 是不是太过insulting呢? 就算我们不说钱也好 本身这一场比赛就是商业的行为 有什么理由卷入政治 要帮当地的政府去洗白白呢? 而美斯难道一些政治智慧都没有吗? 接着我们又见到 又有新香港建制中人居然就说 楼市应该要减辣 只要去振兴香港经济 接着呢 就让美斯可以投资香港物业了 如果是这样 美斯连这些都要做完 那他是不是变了由自入兴的代言人 这一只锅 如果是要他背的话 他又怎么背得下呢? 这样抽水法 美斯有没有可能是不知道呢? 他的反感不是说 美斯是一个所谓要好黄的人 虽然他曾经是送过签名照 给中国意见人士 諾貝尔和平掌得主刘晓波 但是我们从美斯一直的公众表态 可以见到他本人其实是很小心 避免被任何国际议题 任何国家 任何势力 任何政客 去抽水 这方面他有非常强的治国 和上一代的球王 马勒当拿 经常对不同的政见 发表评论 经常都有很争议的言论 是完全相反 但是 美斯的政治触觉 是敏睿的 因为他的经历 不可能令他对这些所有事情 都无动于衷 例如说他效力西班牙巴塞罗拿期间 当地就兴起了近年最刺热的 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 公投等等 他的不少巴塞队友 都有公开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 而他始终都无任何表态 无支持 无反对 除了合约 是有写到明 如果加泰独立 我就敢敢敢 就是避免陷入泪陵 而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我们在世界杯期间 都有详细分析过 在阿根廷奪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美斯甚至连阿根廷总统的约会 都可以请他吃柠檬 同样就是避免被抽水 当时他很强调 这一次的世界杯冠军是属于整个阿根廷 是属于所有阿根廷人 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政客 避免成为了执政党的筹码 毕竟历史上 很多次阿根廷国家队的表现 都是被当时的执政党 疯狂抽水 特别是以前的军政府 而最终果然 阿根廷在上次的选举 结果就出现了大变天 由阿根廷特朗普 之称的米拉 就当选成为新的总统 而美斯 就没有因为要参与任何一场的官方活动 而被迫变了是挺任何一个人 那么我们多少都会见到 美斯是有政治智慧的 特别当他闻到阵味 有人要过来抽水 他的触觉就会 暂时之间树起 会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因为他是久经训练的 对他自己国家的总统 对他自己求会所属的加泰罗尼亚 他都有能力抽身而退 何况一个摆明要来抽水的新香港市长 又算是什么呢 何况他本身送的照片给刘晓波 他难道完全不知道 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香港现在不再是他2014年来到的那个香港吗 而且在美斯角度 他因商缺陣 无论商量多重多轻 都绝对是合理的辩解 至于之后他自己有没有做出其他补偿 这些就是建计于双方 是不是有礼貌的互动关系了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 新香港政府 捉总赞助商全部都一起批评光束割席 甚至好像将他查办国安法处理 如果是以前港英政府 绝对是不会这么做的 首先外交上 好丑丑 都会先为问一下美斯 你是商势点 早日康复 真是不幸 大家都很关心你 诸如此类 这些字眼是基本功 你里面可以写得很真诚 可以写得很cynical 可以有很多言外之音 但是正常的文明国家 一定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一开头就是批评他 你为什么不下场 你低了也要下场 坐轮椅也要推你出来 否则怎么对得住我们 这些这么野蛮的说法 是不会有文明国家的政府 在官方的文件 或者是官方的发言人 或者是官方的代理人的口中说出来的 如果在港英的时代 任何声明都会戴足头盔 跟着他要说的信息 都会在原来之音的部分表述 但是现在新香港政府 只懂得独孤一美一种语言 就是战狼话这一种话 其他所有东西 中文英文都好像不懂 都好像不懂字 以为自己在管制整个宇宙 用这个态度高高在上 对任何人 又以为全世界都要卖仗 想不到这个世界上 真是有人有底气 公然远抵抗的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结果自然就是闹剧一场 美斯对新香港打念的这宗丑闻 对无数用了可能一万元 买正咖啡的超级苦主来说 固然是很值得同情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他们要追究的话 与其追究美斯 有什么理由不是追究 令美斯觉得新香港 上上下下扭曲了 友谊赛前规则的真正罪魁禍首呢 如果在港英时代 无论这张约的细节是怎样 以往的指楼思想一定就是 喂我们拆备它啦 希望各方面都可以看梯面面 有下台阶 希望公众的失望情绪 可以有所弥补 无论是姿态上 还是金钱上 希望和国际体坛 和国际商界的关系可以深化 希望和美斯和碧咸这些足球界的大佬 而他们除了球星之外 亦都是超级富豪 亦都会是国际球坛 举足轻重的人的关系 希望可以维持下去 亦都希望自己政府的国际声望可以保获 这样才是大家一团和气 但是如果今天的新香港 仍然是用这种以和谐 以大和解 以大家都是自己人 大家讲道理的方式施政 如果今天的新香港商界 仍然在这种气氛之下工作 这样新香港又怎么会是新香港呢 这场闹剧又怎么会发生呢 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现在不在香港呢 跪根究底 令到美斯连说句话都不肯 俠张照都不肯 鸡敢脚敢走逃离香港的原因 自然就是管治阶层 现在有权用尽的小龙DNA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新香港 现在新香港政府带头示范了 什么管治模式 令到这种美斯悲剧才会发生呢 第一 正如我们讲过几次 就是这种 有权就要用尽的所谓管治模式和所谓文化 以为有权有钱就是一切 完全没有其他软实力的考虑 不理会对方有任何人的人性 有任何人类的感受 不会去想逆地而处 每一个持笨者需要些什么 不会consider什么叫同理心 不会想什么是common sense 总之 我有钱就说是这种是典型的唯物论思维 于是美斯作为球王 居然愿意来到新香港这一则的喜讯一出 香港政府就以为可以 你抱气扬眉 搞了这么久终于有人肯来 终于可以说好香港故事 那就对他投射了大量不合比例的期望 刚才我们说过要他什么 间接宣传香港 宣传香港的楼市 跟着就送来这些香港市长 财政司司长等等去现场颁奖 以为是天大的面子黄恩浩荡 以为对方只应该要贵恩 但是可惜这个世界 确实不是围绕着一个单一的政权去运作 这种污烟涨气的传销手法 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美斯的宿敌 兼多年的球场上的竞争对手 其实他们是否属于另一件事 斯朗拿到早前跟随沙特球队 去到中国大陆有赛的时候 又是有差不多的待遇 当时他是惨避小红书的一堆 所谓网红邮轮做了人肉带货机 因为原来他在现场吃饭那一餐的晚宴 已经是被无数的中国网红拍卖入场 接着就要不断找他合照 接着就说他是帮手带这项货 参加那个活动 一起和某些他完全不出名 完全不懂什么人的所谓网红 被人家去被合照 被一起合作做节目 被一起刷新所谓的世界纪录 那种烏烟瘴气 确实是令全世界都眼界大开 这种请到一个球星来 接着就要用到他进 用到他残 完全不想对方的感受 完全不想是否appropriate 完全不想互相尊重的做法 是不是跟新香港政府 又要跟他宣传啟德 看育成 又要跟他去游船河 又要逼他说好香港故事 如果他不去 就说他是悲观看不到游士入卿的好处等等 如出一切呢? 如果是港英政府 要做这些事一定是有谈有讲 会对美斯本人提供足够的誘因和尊重 不可能是老讽 或者是扔钱出来 就以为自己是尽人事 然后事败之后 又在官媒煽动阴谋论 宣传美斯这个人都是诈伤 他是对所有香港球迷不住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就算是北韩的政府 没错是真正北韩的政府 他们绝对知道自己是极度不受欢迎 于是有时请求球星来冲起 例如NBA过去球星乐文 找人来帮忙的时候 都是会客客气气的 是绝对不会像现在新香港政府 这种所谓屌侠的文化 举世无双 其实除了在香港 还有什么人会这样做呢? 第二个特色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说新香港政府 新香港社会 新香港商界 新香港上上下下 都不再相信任何制度 不相信任何制行 不相信任何监督 一切都是所谓以结果为目标 于是无数不称职的中间人 无数其实没有任何功能的白手套 都会上下其手去自肥 就好像今次的主办商 究竟为什么是他们主办呢? 又是什么王绩呢? 为什么他们是中间人呢? 为什么去定价呢? 背后有没有新香港权贵尖手呢? 为什么同一支球队 在香港的门票 是会贵过日本的票价呢? 差价哪个获利呢? 为什么条款是没有对观众有保障 但对外宣传的时候 又没有戴头盔又没有人监管呢? 为什么主办方明知道 美斯的状态不一定可以落场 还照够大肆宣传呢? 香港政府的基金津贴 有没有任何附切条件呢?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不是要斟着每一条条文 而是我们需要知道 背后其实 签约的人民事的初心 都是要讲道理 有同理心 而互相监督 互相制衡的精神应该是存在的 这样就算到时出现任何突发状况 都会有足够的contingency plans 自古以来 香港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强项 就是搞盛事 即所谓的event management 入面 是遇到不同的突发事情 紧急事情 有什么应变方案 绝对是香港无数优秀 event planners 的基本功 香港以前作为国际盛事之都 确实是当之无愧 但现在改朝换代 一切都只求结果 只求交数 以结果为目标 以前所有的有规有矩的优势 都会已经破功了 就算今次僥倖度过这一关 以后又怎可能每次都这么好才呢 第三 我们见到今次新香港处理的特色就是 在出问题之前 什么都不管 一切就是动用大外宣的机器 去宣传 形势大好 抽水抽到最尽 但一发现了问题 就立刻变脸 光束割席 挑动矛盾 希望找出给群众批斗的新目标 从而在这场矛盾论中 找到维持自己所谓 超然地位有效管制的杠杆 然后将群众的怒气 释放在某些目标群众身上 这就是典型的矛盾论斗争思维的心法了 为什么中国经常有喪事当喜事办的这个伟大传统 正正是基于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为物论辨证法的邏輯思维 我们可以看看 都只有几种 如果是有真真正正的喜事 那就开心了 大家一起宣传 非常好 如果是有喪事的话 不开心 大家都是要一起宣传的 宣传的就是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克服困难这种亦苦思甜的精神 到最后也是讲党的管治 这又非常好 就算是有坏事 无论是打仗 死人 或是经济有危机 经济下行 等等等等 大家都还是可以宣传 到时宣传的就是 爱国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结论也是一样的 又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等等 下山一千次 这些就是斗争治国的几度板斧 没错 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度 多一度都没有 除了实事 斗争论 是什么都不会做的 问题就是现在 管治香港的模式 就是这种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这样管治下去 还会有什么前景呢 美斯这宗奇案发生之后 我看到某一位爱国阵营的元老 在脸书上面写了几句 好发人心醒的说话 里面是 深深符合中共的斗争心法 在事发的一刻 立刻就由这种觉悟 有禁心斗争哲学的高度 学手值得 爱国阵营 新进的后辈学习的 里面就是说 时时有矛盾 时时有矛盾 处处有矛盾 没有矛盾 就没有世界 日后要在新香港飞煌腾达 由美斯这宗案件 我们看到 主公这一门矛盾论 懂得斗争 这一门学问 一切就足够了 其他大家就自求多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